嗨 大家好 我是戴安兔魚喔 OK 我今天要來拍一個Vlog 來找我一個朋友 愛鞋的人一定會非常喜歡看這個影片 就是他家有非常非常多 非常名貴 非常吵 然後非常流行的鞋款 然後通常他也是我的一個同袍 以前我們一起當過兵 對 他現在賣鞋賣的滿有名的 然後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家 到底有什麼厲害的鞋子呢 嗨 小馬 歡迎光臨 歡迎三度來這裡 好久不見喔 久不見喔 歡迎歡迎 你在直播嗎 對啊 我是三度 是這樣嗎 我是三度 哇 你現在 自己穿的鞋真的那麼猛喔 這是平常的 平常在出去有時候排隊啊 就是一些潮流的球鞋發售 穿出去就是漸漸四面 喔 很多雙我沒見過耶 這雙是什麼 這雙是EQT跟日本一個品牌 叫Y Mountain的聯名款 喔 完全聽不懂啦 還是很不用介紹 欸 這樣好特別 這是什麼 那個就是一雙 這個後面它有一個Logo 這邊就是寫著它的名稱 它是一個老舌歌手 Foreal Williams 它所設計的NMD 喔 這MD喔 對 這雙很特別的MD 好酷喔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NMD耶 而且 而且 而且現在NMD其實 價錢都很便宜 都不用 都是可能是特價在販售 但是呢 這是唯一一個可以炒起來的NMD 真假的 欸 那這雙耶 這一雙是 只有在美國跟日本發售的 它是一個聯名款 然後呢 它也是限量發售 它是一雙Ultra Boost 中筒 然後它這個鞋面 全部都是反光面 我們進去看一下 我們進去看一下 我們進去看 哇 這不是男人的夢想嗎 哇 鞋牆欸 這裡面 最便宜好了 最便宜是多少錢啊 最便宜的一雙鞋是不是 哪一雙 就這一雙 這一雙最便宜 這一雙 看起來不便宜啊 它算 它這雙就是 大家目前最喜歡的 年輕人都會喜歡的 Easy 350裡面的一個系列 它是Easy的PowerFace 它呢 原價4千多塊 市場價值 也是4千多塊 所以 完全不用買吵架 就可以買到的Easy 4千多 這雙鞋子 但是這個呢 其實 販售的感覺也不是很好 因為大家都覺得 很普通啦 但是它用料是全皮質的 是很舒服的一雙鞋 OK 那 最貴的是哪一雙啊 最貴的是吧 這個沒有在這邊 真的假的 因為要收藏起來 我們看一下 收的也是 最貴的 兩年多錢的鞋款 兩年多錢 也是Easy 也是Easy 我們看一下 最便宜也是Easy 最貴的也是Easy Easy的 第一雙350 第一雙是長這樣喔 我一直以為是 斑馬那一雙才是第一雙耶 它是TD 那它是第一款Easy的350 那當初發售其實很少 台灣好像才不到200雙喔 台灣的發售一樣不到200 真的假的 所以其中一雙就在你家了 差不多 而且還全新的 你看兩年多錢的鞋款 全新市價的話 這一雙要 五萬五千塊喔 那現在還賣得出去嗎 現在剛好 這一雙鞋 已經被客人訂走 真的假的 那客人是香港的有錢人 他還沒來 他過幾天來台灣 就直接跟我拿走這雙鞋子 最重要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跟我說 香港這一雙要8萬 超狂的 你這些鞋子都是 從 是哪裡進貨啊 鞋子其實有很多 可能從國外 那也有可能從台灣 所以你是從國外 歐美那邊進貨的 如果說一些 因為其實鞋子 是很多種廣道 你不可能說 台灣有可能量很少 那我們要更多鞋子的時候 就是從國外拿回來 對 因為台灣的量就是那樣子 那不夠 我們只能從國外拉回來 有沒有人懷疑賣是 高仿的鞋子啊 你為什麼高仿那麼多 所以呢就是要夠專業 你問我什麼手鞋子 我基本上都知道 我可以回答你 所以呢我都跟人家說什麼 如果你要跟我買鞋子 你拿去驗 假的我退你兩倍 對不對 然後呢 目前這個口號 我兩年多來 沒有一個人 跟我拿走兩倍價錢 哇 聽到了嗎 如果你想要買真鞋 一定要找小馬 這樣的話 一定要找到有假的 超假的 你賺兩雙喔 趕快找他買 看有沒有賺兩雙的機會 其實 其實不一定要買鞋子 你可以來聊一些鞋子的知識 我也非常樂意歡迎跟你們聊天 因為其實球鞋就是一種文化 那 在這個文化裡面 有些人算是在亞洲市場 他是 像在台灣 他是比較冷門的 但這個文化就是比較潮流 比較年輕人 都會注意到這一塊 那 了解這個文化 其實等於說了解一個生態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喔 你這邊有很多鞋盒 你喜歡收藏鞋盒是嗎 對啊 其實我本身是 不一樣喜歡愛迪達的鞋子 那你可以看我這邊 所有這些 全部都是愛迪達的鞋盒 就你就知道愛迪達出過 非常多特別的款式 那裡面最特別的 我覺得是這一個 這是一雙 這是什麼 Sample Sample Sample的意思是 它是樣品 它並沒有做發售 所以它的核標你看 它上面寫的是這個 當初在打樣實的 一些公司的資料 日期 那這個鞋子 最後是沒有被發售出來的 那這個鞋子呢 我已經把它 送給別人 但是鞋盒 把它留下來 因為有收藏家 他想要那張鞋子 我就送給他了 就是玩鞋 就是以鞋會友 認識朋友 真的不錯 那小馬 我覺得我非常想收藏 這一牆的鞋子 那你可以送我嗎 以鞋會友嗎 依我們的交情對不對 我們都睡過了 真的 對不對 我們睡過了 這鞋子算什麼 我都可以給你 我把全部都給你 這邊全部長一樣的是 是什麼 350嗎 沒錯 這就是目前 350真的耶 最多年輕人喜歡的 EZ的三文靈鞋 EZ三文靈鞋子 EZ三文靈鞋子 像是 這最新的 冰藍的配色 現在賣到多少錢啊 這雙其實是 大概市價1萬5 其實已經是現在目前為止 350年最便宜的 1萬5 對 1萬5 我的鞋子可以買10雙啊 那這邊大概有30多雙 也就是我的成本大概就是50萬 這個 這是一疊錢吧 錢疊起來 50萬就擺在這裡 其實就是當作投資嘛 鞋子也是一種投資 就 反正我覺得只要是真鞋 它就有一定的價值在 我們就是要維持一個贈品 給人家知道我的鞋子都是真的 那你想要買這個鞋子 你可能 可以找我就可以買到 大家一定記住 我大概會給 我會突破他的地址 大家想要來搶劫啊 想要偷了 趕快買 那我 那我只能說 我只能賣屁股喔 這是你的影片嗎 對 這是我們的粉絲頁 那這個小小的公仔 他是House的 也是一個超流人物 這公仔多少錢你知道嗎 100塊 8千 哇 Holy 8千 8千 我們跟店家拿貨的時候 到後期你看 這是Y3 Y3他是直接把他們這些 精品的那種行路 就直接寄給我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非賣品 但是 你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你就會很有成就感 因為 本身我也是非常喜歡收集球鞋的 那種東西你是買不到 可是你可以得到這個行路 而且它質感非常好 這就是收藏家們會喜歡的東西 那我也是其中一個收藏家 欸 你聽 我看你在臉書的Pony 有得到一張黑卡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東西 黑卡是吧 等我一下 黑卡是吧 就是這一張 欸真的是黑色的卡 對啊它是黑卡 它呢 其實它就是 Invisible 的黑卡 那這一張黑卡呢 就是你要在這間 它是台灣 最高端的球鞋店 然後呢 很多限量鞋 都會在這邊發售 那為了得到這張黑卡 它要消費30萬 它要消費30萬 才可以得到這個黑卡 然後呢 這一張黑卡 它們北中南各一間店 中部地區 因為小馬住在中部 只有十張黑卡發出去 所以小馬是十位中的其中一位 哇 台中的十分之一 就在你這手上 對這個黑卡真的是非常辛苦 一年消費30萬才可以得到 天啊 但其實 跟大家講喔 我不是富二代喔 喔 所以你曾經也是 白手起家 就代購這樣子 我媽只給我一張信用卡 我等於是跟銀行周轉 跟人家代購 然後就是用信用卡先去付 然後下個月付錢這樣子 哇 所以大家 不要以為 賣貴的鞋子就是富二代了 對 你們也可以賣的 首先你要有一個信用卡 對 努力 人家要努力其實都可以做的鞋 還有一個像小馬一樣 熱誠的心 我覺得 你要賣鞋最重要的是 你也要了解鞋 所以花時間去了解這個鞋子 像這一雙 它是一個美國的藝術潮流活動 叫做Complexcom 然後這雙鞋子 是只有在裡面抽籤才可以得到的 就是它只有200雙 哇又是限量的 那 你看這個鞋盒 鞋帶 這就是這雙鞋盒 它當初在 這個藝術潮流活動 裡面得到的 非常富 鞋盒 鞋盒是用塑膠包起來的 包起來 然後再包鞋盒在裡面 而且你看它這邊還記得得到這種 Made for LA 只有在洛杉磯這個潮流藝術活動 裡面才可以得到這雙鞋 這應該也是我2017年 最棒的一雙收藏品 就是擺起來 每天看一看聞一聞就覺得 新的一天又有活力了對不對 那三度看那麼多下 哪一雙鞋子你覺得最喜歡 最喜歡的 因為大多數其實不認識 像我 但是從顏色外型 你目前看下來 這一堆鞋牆裡面 你覺得哪一雙是你有感覺的 我覺得這裡面 最顯眼的應該就是這雙了吧 這雙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版型 還有這綠色是什麼東西 這一雙是吧 這雙你很有Sense 也很有眼光 這雙一樣也是Easy 很假的 不會整個一場都是吧 沒有啊 Easy的700 它是一雙慢跑鞋 是最新的 它是一個很復古的味道 它就是目前啦 未來Easy的趨勢就是出這種 復古慢跑鞋 喔真的假的 未來趨勢耶 那這雙叫做Easy700 那等於說 它也是它的第一個配色 這個配色 這個鞋款 它只有發在國外 台灣是沒有發售的 喔 那所以這雙鞋子 現在在台灣的市場價值 是3萬塊一雙 3萬塊 各位觀眾 對這個綠色是什麼東西 這綠色你剛剛問到 這個東西呢 它是一個美國的驗鞋廠商 然後呢我們 因為其實 這種國外的東西 我們自己也是會怕拿到假貨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鞋子 弄到它的這個 美國叫做Stars的地方去 給它檢驗 然後確定這雙鞋子是真品 所以它就會掛上這個吊牌 來以致證明 這隻鞋子是真的 所以呢 為了以防各種 碰到假鞋 小馬都會把鞋子去做檢驗 確定這雙鞋子是真的 哇 今天真的是大開眼界啊 非常謝謝小馬 讓我可以看到 那麼多 可能這輩子都穿不到的鞋子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的交情 很快 所以明天睡起來 家裡就有一雙了 Oh my god 你是聖誕老公公嗎 我就是聖誕老公公 小馬 哈哈哈哈 OK 今天非常謝謝小馬 讓我們看到 那麼多我們 可能一輩子都穿不到的鞋子 然後讓我們知道 那麼多球鞋的知識 那我覺得其實球鞋的文化就這樣啊 有些鞋子 就像女生喜歡包包 我覺得男生就是喜歡球鞋 真的 那其實鞋子這東西就是 一些塑膠嗎 一些材質的東西 不一定說 我覺得有多少能力做多少次 今天假設這些鞋子可能一萬塊 好了 但是它也有一些兩三千塊 你就可以買到的鞋子 也是很舒服的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有多少能力 我們去做多少次就好了 但是不要去買假鞋 因為假設你買一雙鞋 鞋兩三千塊 我也可以買兩三千塊 買一雙真的鞋子 也是很不錯的 嗯 很多男生的夢想 就是可以收藏一雙很好的鞋子 或自己喜歡的鞋子 我想這邊 一定會有一些你們心中的夢想 或是未來的目標 今天可以說是讓我們打開眼界 對了我們還 我們這個影片還沒有結束喔 這只是上半集喔 沒錯 其實小馬本身呢 也是專門在介紹球鞋的 這個Youtuber 我們在介紹球鞋 介紹潮流 那如果你們想要看三度 接受小馬訪問的影片 看完影片後 到底下的這個 資訊那邊 連結到我的頻道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三度 接受小馬的訪問 還有三度的一些 過去的秘密 過去的秘密 到底有什麼秘密 我們一看影片就知道 對我們的下集呢 就是我到小馬頻道做客 所以想要看我去那邊做客的影片呢 就請到下方連結 或者是置頂留言處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謝謝